等一下要教各位呢 怎麼做一個陣列呢 從小排到大 就是比方說1,5,3,4,2 你怎麼把它排成1,2,3,4,5 把它排成1,2,3,4,5 OK,在你要排之前呢 你是不是要先做交換 對不對 假設這是一個陣列 然後呢 你希望把中間這兩個數目的位置 裡面的指部分交換的話 應該怎麼辦 就是第一個步驟呢 你在交換的時候 你要先創造出另外一個變數來補充 第一個步驟先把它 翻到這裡來 對不對 接下來呢 把5翻過來 然後 再把2塞進來 這了不了解 這樣就對了 就是先把這個翻過來 再把它內容翻過來 只要有一個東西出錯 就錯了 對 好 那 這個是DI個 比方說是DI個跟DI加1個 然後呢 你要先宣告一個東西叫做Temp 這個Temp的資料型態跟Array的資料型態要一樣 比方說Array是整部 它也必須整部 了不了解 好 然後呢 你就是把DI個放到Temp 然後 把DI加1 放到I 很多人都會弄錯 你把DI個放到Temp的話 DI個是不是就可以被覆蓋掉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是把DI加1個放到DI個 然後再把DI 再把Temp 因為Temp的內容是DI個嘛 再塞到DI加1個裡面去 好 這是元素的交換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的陣列呢 是15342 你想要一個功能 像Excel裡面都有一個 從小排到大 或從大排到小的這個功能 那這個叫做收聽 這在演算裡面 叫做收聽 收聽就是排序的意思 是排序的意思 那你應該怎麼做呢 比方說15342 你怎麼把它變成12345呢 首先呢 就是從第一個開始 就是你先看 先比1跟5 對不對 1跟5比 那1比較小 你就不用交換 好 那3跟5比 3比較小對不對 所以要交換 好 所以當3跟5一交換之後呢 就變13512 對吧 好 接下來呢 就是5跟4比 對不對 好 所以 就是1跟 這兩個比完之後 它交換了 然後接下來再找這兩個 那這兩個呢 它又比它大 所以又交換 對不對 然後呢 再比這兩個 好 所以 第一個pass做完之後 它會得到這個值 可是這個還不是我們要的 對不對 這是第一 我們叫第一個pass 第一個pass 第二個pass 就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開始 好 一樣 它跟它比 不用換 它跟它比 是不是要換 沒有沒有也不用換 它跟它比 這個交換 就是2跟4 然後4跟5 就不用再交換 對吧 是不是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好 然後做到這裡就結束了 好 第三個pass 13 13 245 然後13 不用交換 23 要交換 對不對 然後再來交換完之後 3跟4 4跟5 4跟5 這個不用交換 這樣就得到結果了 那我們怎麼去做排序呢 一樣 我有一個叫做sort array 你可以叫array sort都可以 然後我把我要排序的正列把它傳進去 是不是 我再強調一次 傳正列並不是傳複製一份進去 所以是真的把自己那一份傳好 所以你真的會改動裡面的東西 變成裡面的內容 然後它有多少則要放進去 好 然後呢 這個是說什麼 等一下要交換的時候 我要宣告一個儲存的空間 對不對 兩個元素要交換的時候 我把它稱作為temp temp就是暫時儲存的 好 比較麻煩的是 有兩層for loop 好 這一個 做音 這個for loop 從這裡做音到這裡 OK 這個for loop 它一共呢 你看到我是pass 我從第一個pass 然後呢 要跑到第幾個pass 如果有五個的話 你要做四個pass 如果你有十個的話 就是做九個pass 懂不懂 所以你看一下 這個for loop 是從一跑到小於這個size 是從一跑到小於這個size 所以就是 如果它是十的話 就一跑到九 要不了解 好 九個pass就可以做 那每一個pass裡面做什麼呢 每一個pass裡面做的是這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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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呢 你看喔 我是從第0個 一直到什麼 假設 如果 如果這五的話是0 1 2 3 4 對不對 那我是兩個兩個比 所以是 0跟1比 1跟2比 2跟3比 3跟4比 4就不用跟5比了對不對 所以會比到3嘛 所以你看喔 它是從0 一直到什麼 size-1 5的話 5-1就變4 所以其實從0跑到3 對吧 0跑到3 這是size-1喔 因為五個的話 因為五個的話 只會到0 1 2 3 4嘛 可是4跟5 沒得比了嘛 所以是3跟4比 了不了解 所以這個指標是到size-1 好 接下來呢 只要前面比後面的大 bi個比bi加一個大 我就進行交換 對不對 演算法就是這樣 bi個比i加一個大 所以如果這裡是0的話 我就是去比 0有沒有比1大 0有比1大 我就做交換 就這麼簡單 然後呢 交換完之後呢 回到4 loop就是1跟2比 對不對 好 然後做完之後就是2跟3比 對吧 是不是 那做到3跟4比 就結束了 然後就 這就是完成一個part 那這樣的part要做很多字 這樣懂不懂 這樣懂不懂 了解了嗎 這樣了解了嗎 好 所以呢 OK 我們呢 現在呢 就來看一下 如果要寫的話 好 好 所以 第一個 你看一下 這個array sort 一樣丟一個正列名稱 然後才進來 然後不需要return的東西 對吧 好 在這裡面呢 sort裡面呢 它是不是有兩個for loop 對吧 for loop 第一個for loop呢 是從part到這個正列大小的-1的地方 那如果你不要寫-1的話 就是小 直接小1 它就到-1的地方 然後part++ 那這個part跟這個i不要混了 好不好 不同回去用不同的變數控制 不可以用同樣的變數控制 第二個呢 i等於0 然後 這一個的話 只要到size-1就好 再講一次 因為呢 如果它是5的話 size等於5的話 你的size的指標是0 你的arrays標是01 1234 那最後一個在比的時候 0跟1比 1跟2比 2跟3比 3跟4比 然後4不能跟5比 對不對 所以只能到3 所以只能到3這裡 了解嗎 因為你這裡是di一個跟di加一個 如果你i變成4的話 它在這裡就會4跟5比 那5沒有東西它就會炸掉了 懂不懂 好 那接下來呢 只要di一個比 di加一個來的大 好 那我就做交換 這麼簡單 這樣懂不懂 好 那這裡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 假設呢 我把它sort呢 稱之為 逆增 逆增的話 我們是absent 所以我後面加一個sort a好了 這是sort a的話是由小排到大 好 如果我們要來一個由大排到小呢 非常簡單 這個由大排到小呢 那由大排到小呢 一樣把它複製過來 然後呢哪裡改了 把大排到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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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不對 好 然後 呼叫的時候怎麼辦呢 這裡 排序前 然後這裡就寫 因為這是呼叫a嘛 所以是 有小 有小 我們叫做 d d增 啊 有小排到大其實就是d增 排序啦 好 地增排序 然後接下來呢 我再去呼叫他一次 但是呼叫是用d來呼叫 它是不是就變d減排序了 是不是 然後在d減呼叫完 你看這是一群一群的 看一下 這樣比較不會弄錯 第一個先輸入 然後排序前的把它輸出 然後呼叫排序 對不對 然後說排序 地增排序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再用d減排序 呼叫d減排序 ok 然後 然後 限制 1 6 9 1 3 4 1 好 地增排序 157 9 11 25 41 地減排序 4 1 2 5 非常簡單 所以 比較 那個 就是第一個這裡 sort這裡 先了解sort 泡泡排序法是怎麼弄的 它是兩個破路可能 對吧 然後有幾個path 然後裡面的path怎麼應付 OK 這樣懂不懂 好 然後在這裡呼叫的時候一樣 輸入 然後把排序前的東西 直接output出來 然後呼叫array sort 好 再把它 output出來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我們這個排序法的寫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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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OK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好